但王祖贤是不是真的剃度出家了 这消息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但其实在演艺圈的艺人剃度出家的 王祖贤绝对不会是第一位 像是大家其实还蛮熟悉的 就是张飞的姐姐费真凌 现在皈依佛门之后 她的法号叫做横竖法师 即使已经出家了 她人还是偶尔会出现在荧光幕前 而在更早期的 还有一位老牌艺人叫做刘兰希 出家之后呢 还变成了达赖喇妈的翻译 王祖贤剃度出家的消息 演艺圈影迷和前男友齐琴都很惊讶 齐琴还立刻打电话 向王祖贤的妈妈求证 其实演艺圈早就有多位艺人剃度出家 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她 人吃五股撒粮 她就是会有欲望 更何况我们曾经还蛮有经验的呢 偶尔会出现在荧光幕前 张飞的姐姐费真凌 皈依佛门后的法号叫横竖法师 但是她出家后 夹杀华丽吃肉喝酒的作风 引发不少争议 而更早期的还有老牌艺人刘兰希 出家后保持低调鲜少肉面 有艺人则是出家后 还俗像是演员桑尼 八年前桑尼因为演艺事业受挫 接触佛法决定剃度出家 不过在隔年回家探望父母 因为父母的一句家计困难 让桑尼卸下袈裟还俗 而短暂出家的还有台语歌手彭丽 94年她到缅甸剃度 短暂休息两个月 则获进去奖提名的歌手张峰奇 也在小时候出家六年 为了不让父亲张魁难过 也决定还俗 往演艺权发展 中心舞台北综合报道 越南大帅 感谢观看